海南省气象台称 强台风纳沙登陆时 中心最大风力为14级 风速达42米每秒 纳沙带来的强降雨 已使文昌市、翁田镇 部分低洼街道出现积水内浪 文昌市三房指挥部表示 截至29号14时 文昌市已安全转移民众 5万7738人 出海作业的2606艘渔船 已经全部回港避风 目前 文昌市组织17个 由各房指成员单位 组成的督查指导小组 吩咐全市各乡镇 对重点防风隐患进行督查指导 及时汇报 再建工程和并且水利工程的 防风准备情况 同时成立交通、环卫、园林绿化 三支道路畅通保障组 对危急行人安全的广告牌 广告灯、搅手架、吊塔 进行加固或拆除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对重点防风隐患进行督查指导小组 对重点防风隐患进行督查指导小组